大家好,我是王老师 你知道炒怎么用吗? 我们可以用炒说什么呢? 我们可以炒面,炒饭,西红柿炒鸡蛋等等 也可以说炒鱿鱼 炒鱿鱼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Fry Kettle Fish 另一个意思是Got Fired 因为以前我们找到一个工作以后 会带着自己的被子去那里住 所以如果你工作不努力 老板不想让你在这个公司 他会让你离开 你离开的时候需要带走自己的被子 被子卷起来的时候就像炒鱿鱼 所以如果老板不想让你在这里工作了 他会说我要炒你鱿鱼 你学会了吗?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